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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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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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他们上面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要是真的从中赚到钱的话 他还何必去当那个上班做那个操盘手 可是我只是单纯讲那个研究跟分析这一段 请问大数据分析还有更重要一点 就是说我们要预测下一期即将发生的这一期的数值是多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你们一定要会 对不起 请问一下 以前我们在做easeal 有没有使用过一个procast的函数 他就是预测 可是一般我们都不做 会了解吗 我说easeal就可以做了 可是大家都没有去做 好 怎么做到这件事 首先 我一样开一个新的 你看 光是一个时间 时间 我就觉得你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做出很多 GA他做不到的 首先 首先我们来去看一下 那个一样用折线图 我新开了一张工作表 用折线图 然后接下来 我点poster date 一样需要用连续信 才能做比较合理的预测 然后 接下来我点的是这个 news title 不是点他哦 点他就跑来这边了 要用拖曳的方式 拖曳到直这边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一样 我可能透过这个工具 透过这个工具 透过这个工具 来去 这边点一下 点这个工具 然后点选post day 我先设定好 我把前面那些没有的资料全部都清掉 比如说 我从那个2016年的7月 好 所以我现在资料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前面资料我通通不去看 然后接下来这张报表 这张报表呢 我现在去画我的预测 预测 它叫做趋势预测 好 那我建议各位哦 这个结束点 也不要设到 因为有资料 因为它有一笔资料 那个outlier 那个应该是属于离群值 而且 现在才2018年1月23号 为什么会有2018年 那个 这边有一笔资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应该要视为不存在 所以我们先把 这一段 我们只做到1月30号 就是我现有的资料 我先设范围 直到这个范围 好 那我们接下来哦 接下来我们来去观看一下这个趋势 预测 点它 好 这边要好好听哦 因为这几个 这几个你都必须要会 首先第一个 我要加入 加入一个趋势线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绝对是它预测出来的值 这是它预测出来的值 有看到吗 因为我这边用的单位是月 这是2016年第三季的7月8月9月 好 所以这后面也都是月 也就是说 这是2018年季度1的1月2月3月 好 有看到吗 每一个数值 每一个数值 每个月都会有一个数值 好 那接下来这个叫什么 这叫信赖区间 反正信赖区间 你也忘记了 就是95信赖区间是真的很重要的 在那个95范围之外 我们可以做是否虚无假设的一个判断 要接受或不要接受 应该不是说 那个 要不要接受 应该是说 我们可以接受或者是无法拒绝 这比较合理一点 好 因为接受跟拒绝 其实有四个 四个项目的去做双方 可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灰色就是 在这个范围我可能还会相信 举例来说 这个就是信赖区间 好 那你看 假设经过我网站 原本前面是这个样子 如果今天我们换一个经营之神 经营网站之神 来去做管理 说不定他的值会落到这个地方 就是很会管理网站的人 好 可是呢 可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请问 贴公告 了不起就是 没有贴嘛 对不对 怎么会有这个 好 我只能这样告诉各位说 这只是他用图示 视觉化分析 告诉我们的一个观测的结果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预测几期 这边预测几期 我建议各位 例如说我们来看预测三期 三期 这个期就是 这个点就是月的意思 好 然后这边套用 就是我们只看三个月的变化 会比较准 因为你想 当我从过往资料来去分析 下一期 我觉得这个下一期 可能会比较准一点 那再下一期呢 稍微开始不准了 再下一期更不准了 对不对 会有这样的情形 好 所以呢 不要预测太多期 再来 要不要略过最后一个期 最后一个期是不是在边 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通常我们在做 那个最后一期 可能那个 我们以月为单位 可是一月还没有结束啊 你把它当作是一个预测 我觉得会不好 就好是从这个地方 预测到这个地方 所以呢 这个是七月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八月一号开始 好吧 八月一号 八月一号 从这个地方开始预测 到什么时候 这一期我不要算 所以这期不算的话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请把略过最后一个点 就是一个月 然后套用 它是不是就不算这一期了 可以吗 然后你觉不觉得 它在这边 它在这边的一个算法 这个点是12月31号 就是2017年第四季12月的那一个浏览次数 这个是2018年1月 你觉得这个值比较准还是刚刚在这边的值比较准 应该是这个值对不对 应该是这个值对不对 我觉得啦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天都已经23号了 可是还在这么低 200多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能告诉你 我只能告诉你 讨计上的 讨计上的结果 跟事实的结果 这边是不是就会形成 你必须要去做检定 可以了解 就是说到底哪一个是可以接受的事实 好 请用个门参考一下 因为这边又有行一的错误跟行二的错误 不晓得你们有兴趣再继续学吗 好 可是我真的要告诉你 就是说 为什么要这样子用 这些都有特殊意义的 那再来 这边是有一个九五信赖区间 还有季节性 季节性 假设我们今天我们分析 它就是这样子一波 这样子又一波 有看到 好像就是六个月吧 或者是几个月 假设我现在我先把季节性改成六个月 去套用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会比刚刚来的更精准 你觉不觉得很有可能 什么叫比较精准 你看 我2018年1月已经掉到这边了 你有没有发现 它刚刚没有季节性的话 它是怎么样 它是平的 对吧 可是现在是不是有往下降 代表我觉得它比较接近事实 这就叫比较精准 可以吗 好那季节性我们再设高一点好了 例如说 它是 因为一月 好像前半年会比较高 然后慢慢往下降 好那假设我们设到 九个月好了 然后点选套用 有看到吗 九个月 它可能是以这九个月 来去看 好 那叠久它反而就生了 所以代表这个季节性可能也不对 十二个月呢 有看到吗 它会认为 它会认为就是说 你看哦 如果 十二个月应该大概是这个样子 应该是这样子的话 它会认为说 你应该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有一年的一个就是说 变化 那是不是到这个地方 它就应该跌 跌升反弹 对不对 跌很多很多的时候 然后接下来反弹 然后往上 可以了解 现在我所说的意思哦 看你要不要去玩一下 这个季节性 可是至少 至少我觉得 它应该不是十二 我觉得六会比较接近 六会比较接近 好 那 记得要点这个套用哦 这就叫做趋势预测 而且重点 重点 你是不是希望说 把那个值都呈现出来 值 好 那这个值呢 没办法呈现 但是你游标 移到这边 是不是有看到一个 趋势预测 1669 这个代表意思就是 2018年的1月 2018年的2月 2018年的3月 它这边预测是说 2018年的3月 这个使用率会 就是指别回升 也只有到这个地方而已 可以了解哦 这比刚刚来的好的地方 它把那个数值都告诉你了 好 可惜没有卡方检定 就是 如果说你可以再算出来 卡方检定的话 这样子的话 我会觉得说会比较 具有说服力 因为我用了统计检定里面 卡方检定 然后得到 什么 例如说 无法拒绝 虚无假设 然后 那个 服从了 我们的统计原则 你这样说起来会比较专业一点 好 那 我想我们就 我快速的就是告诉你说 其实我多做了这件事 跟刚刚这边的比较 贴文趋势 我只是多做了这件事 可记得范围要选正确 范围选正确 可以选到1月31 因为以月为单位的话 那我在这个地方 只要再略过最后一个点就好了 他就用这边来去做趋势的预测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趋势预测